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所有板件全部拆出来以后呢 也就是这些了 大板件一共是有四块 类似于其他的这种软胶的小板件 其实呢 这种的话呢 主要应用在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卡位 卡位卡位身上 保证零件并不会透露 这个软胶材质啊 相对于说的还可以 上面的细节表现呢 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样的一些 这应该是关节零件吧 然后这一次眼睛部分呢 是采取了这种金属色的涂装 但是很明显啊 这个金属色呢 是呃 这边是放了个夹子 然后板喷的 所以说这个金属色 我总感觉有点像工业戏那种感觉 总之这个颜色的话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看上去有一种廉价的感觉 然后这款模型呢 因为是电机版本 而整个苍龙也并没有说放掉版本的 所以说呢 除了那两个小恐龙以外 后续的机理 基本上都是一种带电机的了 蓝色板件部分 只有这一板了 上方呢 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闪粉 蓝色有点偏深 但是当前的给我个人感觉 就是这个颜色处理呢 确实感觉还可以 亮晶晶的 还是蛮对味的 而且整个零件上方的细节表现 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颜色板件 依旧是成形色的板件了 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奇面 上方呢 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水纹了 但是细节表现 依旧还是比较好的 黑色板件部分的话呢 这一次啊 是采取了这种带有闪粉的 不对 应该说呢 是一种基础成形色了 但是水纹的话呢 依旧是有的 整体的零件质感的话呢 确实是还可以 但是总感觉有点少了 那么剩下的时间 我们尽快的拼完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效果 到底如何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组装啊 这款苍龙的整体的骨架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 直到完成了 整体来说 如果这个机械细节 以及一些牙齿了 或者说 这个骨骼的细节 加上尾巴上面 一些起装的细节的话呢 这一期啊 刻画在机械细节里边 我个人感觉 整体这个造型 还是比较好的了 整款苍龙的骨架长度 差不多要将近30厘米左右 拉直的话 也就是当前这个体积了 和我们之前做过的 这几个薰猛龙 其实对比一下 就可以很明显地 感觉到两只薰猛龙 才有这么一个苍龙的体积 这个东西 我个人感觉体积 加上这个价格 还是蛮不错的 上一时间 我们来把整个外甲 给它套上 看一看 这种成全效果 到底如何 当装上了外甲以后 我总感觉 这个价龙怎么 变得有点憨憨的了 完全就没有 当初骨架 那个状态 那个胸感劲啊 就是总感觉 这个脑袋 它有点肿 如果说它稀利一些 那么这个脑袋 我可能会认为 它会更好一些 不过当前这个造型 表现呢 我感觉也还是可以的了 但是这款模型 在上方安装完外甲以后呢 依旧会残留 这样的通用的小接口 总感觉 这个地方 应该是欠缺了点什么 就好像 应该是安装一些武器什么的 但是这一款 木槿的特写里 并没有提供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 这些地方 就需要各位玩家 自行的去购买安装了 那么既然是电动小恐龙 那么它一定是有电能够 那么 我们来翻到底部 就可以看到 底下存在着这个电池仓了 我们将整个仓盖 用螺丝刀 给它拧出来 然后装上一些七号电池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开关 其实掩壁的话 就比较好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拨动 这个银色的小零件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整个仓龙 腿部以及脖子 就会产生一个左右旋转 腿部呢 是有一个前后动的 这么一个情况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当前这个状态下 其实还可以 但是这个 它能动的范围 或者说能动的速度 其实会受到电池功率的 这么一个干涉 我使用的这个电池的话呢 因为我实在没有新电电池了 所以说 就找了一个旧的电池 目前来说 动的可能有些慢了 但是这也并不妨碍 它呢 能够产生一个 比较好玩的现象 尾巴也是可以跟着动的 但是后面这节尾巴 它没办法动 它是一个固定结构了 那么本期 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一款 城汽龙的电动小仓龙 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29块9的价格 我个人感觉 当前这个体积 以这个素质表现的话呢 确实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小玩儿了 买回来 给小孩呢 或者说 给自己一玩 都是可以的了 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啊 这款模型呢 其实还可以 前脑袋向前拉缠 之后 我们抬起整个的大嘴 呈现一个张开的样式 但是吧 这个总能让我想到 DG奥特曼里边 有一期的怪兽 也是这样的 总之啊 当前这个状态下呢 还不如说 整个嘴部单独展开 会更好一些 综合素质表现来说 我个人认为 这一款模型是一款 值得推荐的好东西 不知道各位 感觉如何呢 本期的词给我们 分享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